在最近结束的巴黎奥运会女排八进四的比赛中 中国女排在1比0领先的情况下 遭到土耳其女排的逆转 最终非常的遗憾 无缘进入四强 在这一次比赛结束之后 很多球迷最为关心的问题 自然是朱婷的去向问题 因为在之前打败美国女排之后 朱婷曾经表示 这一届巴黎奥运会是自己的最后一届奥运会 将来还不确定能不能够继续征战后续的奥运会比赛 所以随着这一次女排的奥运会征程结束之后 其实很多球迷都担心朱婷会不会选择退役 接下来到底准备去向哪里 想要知道答案 我们不妨来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首先关于朱婷奥运会结束之后的去向问题 他在之前曾经透露的一个消息 在巴黎奥运会之前 朱婷已经和一甲联赛的顶级豪门球队签下了新的合约 下个赛季会继续开始流洋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也就意味着朱婷结束了国家队的旅程之后 接下来暂坐休息将会奔赴意大利进行报道 一方面养好他手腕的伤病 另外一方面为新赛季的比赛做好准备 所以首先关于球迷担心朱婷退役的问题 这一个恐怕不用再操心了 因为朱婷暂时不会退役 毕竟朱婷只是表示 这是自己最后一届奥运会 并没有表示以后不能帮助中国女排 征战世界女排联赛或者世锦赛 因为下一届奥运会是四年之后 在这四年时间里面 其实朱婷还能够在国家队或者国际赛场上 和各位球迷见面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期待一下 当然从目前来看 眼下影响朱婷职业生涯时间长短的最大问题 恐怕还是他的伤病问题 在第三场对战塞尔维亚女排的比赛中 朱婷的手腕旧伤复发 引发很多球迷的担心 在结束了对战土耳其女排的比赛之后 主教练也透露 朱婷这一次是带伤作战 而且从当天的比赛可以看到 朱婷在下场休息之后 一直握着自己的手腕 在比赛结束之后 也特别用冰袋来敷着自己的手腕 这些细节都告诉外界 他的手腕的情况并不乐观 之前朱婷表示 如果自己手腕的同一个位置 第二次受伤 将不能够再打球 职业生涯很有可能会就此终结 所以现在很多球迷就担心 他这个手腕如果再度复发 后续恐怕连比赛都打不了了 因此接下来结束了国家队的征程之后 希望朱婷能够赶紧好好休息 不要再操心其他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赶紧去和自己的医生见面 检查一下手腕到底有没有问题 如果只是因为过度比赛劳累 带来的一些影响的话 我们不必担心 但如果他的伤口再度撕裂的话 那个问题可就非常的严重了 作为球迷 我们自然希望朱婷可以多打比赛 但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还是希望他可以健健康康的